台湾敦墓舰队中的磐石舰上24人染疫 成为了全台防疫破口 感染源至今尚未明确 台湾防务部门今天证实 此前舰上已有官兵发烧就疫 这令外界质疑 台军方是否涉嫌隐匿疫情 虽然帛琉目前没有感染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照片 我们是不是可以要求我们的敦知 在每一个参访点要戴口罩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如果有确诊 我们又没有紧急撤离 如何处理 回到台湾之后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早在今年三月底 国民党明代吴思怀在台立法机构质询时 就明确点出敦墓舰队远航 可能染疾的相关问题 今天吴思怀再次表示 舰队三艘军舰700多个官兵 事前并不知道有可能被感染 不排除台陆空军也存在群聚感染的风险 此外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台防务部门20号提供给明代的资料显示 敦墓舰队在往返帕劳的航程中 竟有70人曾经向衣冠求诊71次 其中曾有5人发烧 对此 台防务部门副负责人张哲平却回应说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 这也令外界质疑台军方有故意隐瞒疫情的嫌疑 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今天召开记者会痛批 民进党当局坚持让敦墓舰队远航怕牢 酿成此次防疫破口 而军舰上明明已经出现官兵发烧症状 为何下船后才被紧急召回 是不是民进党当局知情不报 国民党明代呼吁 民进党当局不要逃避推卸责任 要清楚告诉民众谁该负责 上周我才问过说 有没有这个官兵确诊的这个讯息 然后答案是说没有 那像行政官员对回答的内容不实 算是假讯息吗 必须要是他明知这是假的 而故意要去散播 今天不少岛内网友也涌进台防务部门的 社交媒体专业跑红 有网友说近十年来 台军传出大大小小问题 从几年前的洪仲丘阿帕契事件 到平常休假期间 斗殴 酒驾等事件 再导致两天的群聚感染 台军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还有网友在台防务部门网页留言质问 为什么台军如此没有危机意识 防疫视同作战 民以阵亡 过去的几周里 岛内病例有两位叔 迅速增至现在的422例 台湾在一些西方媒体笔下的 所谓防疫模范生形象 也越来越没有说服力 民进党当局的防疫缺口问题 现在似乎是越来越严重了 各方的观点 请张慧为我们带来一个树立 张慧 好的 我们来看 我们了解到 在这一次军舰沦陷前 以18万的台军 每天是分1.7万片口罩的刺眼标题 大喇喇地登在了岛内各媒体的版面上 台军方面辅导官兵们利用网购APP 自行购买口罩的新闻也轰动一时 而舰队出现群聚感染 再次打脸民进党当局 人民日报海外版就刊登评论文章说 岛内防疫一再出现破口 民进党当局却还是把重心 放在华航改名这类凸显台独的事情上 此次军舰的沦陷 让台湾在防务与维安等多方面陷入危机 如若民进党当局再不严正以对 其口中吹嘘的抗疫神话泡沫迟早会破灭 到那时一笑国际事小 民众健康 欲显势大 疫情出现破口 这个责任谁来担呢 当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指挥官陈时中被问到 敦牧舰队出发前是否请问过 疫情指挥中心的意见 陈时中左右闪躲 没有正面的回应 台湾忠实电子报的文章就指出 如今防疫出了这么大的纰漏 除了台军 难道陈时中就完全没有责任吗 舰队有24名官兵确诊 形同战线溃绝 防疫战线失守造成 岛内民众疑虑 台军则无旁贷 犯这么重大错误 更应纠责 而即便是在防疫出现破口的严峻形势下 民进党当局也依然没有停止 一意谋独的小动作 香港中平社就发文指出 从上海东方卫视 驻白宫记者张经义的事件就可观察 蔡英文在两岸上几乎不给缓和空间 现在呢 台军方出现重大防疫破口 战力是否受到影响 还不能确定 民进党当局若不想要多头烧 是否该考虑对激化的两岸关系 踩刹车 以上是我的书里 再把时间交给张涛 好的 非常感谢带来的书里 感谢带来的书里 感谢带来的书里 感谢带来的书里